让孩子体会失去 才更会懂得珍惜 像我 饿过才变成吃货 别玩熟悉了 别玩派的了 别玩游戏了 眼睛还要不要了 给我给我给我 都是游戏惹的货呀 不过话说回来 小朋友爱玩游戏本是天性 适度的游戏 其实对孩子有很多好处 手眼协调 学习知识 开脱思维 难就难在如何和游戏相处 这iPad 手机 玩久了 不仅会伤害孩子的视力 而且可能减少孩子 对其他事物的兴趣 一旦沉溺其中 甚至会影响宝贝的 社会交往能力 那走吧 赌不如输 想办法消除游戏的负面影响 让孩子和游戏健康相处 才是王道 No.1 宽容面对 家长对游戏的态度 如果过度恐慌和妖魔化 反而会加重孩子 对玩游戏的渴望 只有让游戏适当合法化 让孩子玩的时候没有负罪感 才是控制游戏负面影响的第一步 我小时候玩的游戏可有意思了 原来叔叔也玩游戏呀 对呀 爸爸快讲一讲 No.2 筛选内容 筛选符合孩子年龄的 轻娱乐教育型小游戏 下载儿童游戏排行榜 靠前的游戏一般都比较靠谱 严格删除那些有暴力色彩的游戏 新游戏 爸爸要先玩一下 审查审查吧 爸爸讨厌 No.3 控制时间 对眼睛的伤害是游戏负面影响的癥结 两岁以内的宝宝尽量少接触手机 两至三岁每天不超过15分钟 四至六岁每天可以两次 每次不超过15分钟 对于拖延症的孩子 定表计时是个好办法 我们还没玩过呢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更玩的更幸就到时间了 唉 下次吧 听到铃声 即便宝宝不想放手 也比你直接大吼一声 抢手机要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与其以管理者的身份和孩子对立 远不如信任和理解孩子 让宝贝自己管理自己更有效 No.4 增加陪伴 孩子如果过度沉溺游戏 多半是没有更好的亲子陪伴造成的 宝贝虽小 也会空虚寂寞冷哦 一旦有了新的兴趣点 沉溺 拜拜 那咋陪孩子玩尽性呢 下集细说 别玩了 带你陪孩子了 正成级呢 大人以身作则很重要啊 上梁不正 有糖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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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关注 娇长猫育儿 回复上头条 传宝宝视频 就有机会出镜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